迎接8月1号原住民族日 圆明会24号举办系列活动启动记者会 主委一将把乐也特别出席 场内活动气氛热络 场外也来了圆明团体成员现身 高呼口号沉浸抗议 会这么激动就是因为要诉求 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化 是办法把私有土地排位 原民团体认为是错误的政策 一都想要进场成情 却被大批警力围困 只好嘶吼抗议 以前两三千个人一将你就是总指挥 我们的诉求从30年前到现在没变 社会不会因为民进党执政 而因此得到公平正义 社会要继续往前走 你一个社会运动分子 你连这个良心都没有 去年的8月3号在凯刀 蔡英文自己总统来到凯刀 跟我们说明 他第一件事情 就是会把传统领域的事情弄好 会把原住民族群的权力弄好 可是我们看到的划设办法 就是一个错的办法 一直到现在都还不愿意承认 政府3月20号的转型政议委员会 所公告出来的共识是说 传统领域是一个完全的 完整的自然主权的 它不是私有地公有地的概念 私有地跟公有地是后来才来的 那政府有责任带领主流社会了解 可是政府你看他做了什么 就是放任原民会 放任以降所领导的原民会 一直持续的限缩原住民族群的传统领域 为什么一个限缩的版本 我们要同意它 面对主任反弹 原民会主委表示 一切依法行政没有问题 其实划设办法目前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是依据研机法的第21条 蔡英文是中华民国历届总统中 首位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 并承诺会处理原住民族土地问题 原民会也积极作为提出划设办法 但现行划设办法的实施 是导致了原住民族土地的流失 还是真的能要回原住民族的土地 还有待时间验证 接着Mula Spia台北市采访报道